15号下午航长高速渠州开化顺山隧道内 一名司机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施救员在了解了司机的病情后 把人转移到了副驾驶座 由于当天高速流量较大 在场的施救员当起了代价 我们司机车一路护送 从应急车道一直开到出口 前期我们已经联系了120的急救车 他们已经在出口那边等了 我们双向汇合的话时间会比较快一点 据了解司机一家人回江西 由于当天路面车流量大 司机又是新手 导致心理紧张 引发了过度呼吸综合症